各位許遠 各位蓮友 拉摩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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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放掌 我們再來看一件臨終戀佛往生的事蹟 也是在中葵張善河的後面 最後一身佛 最後一身佛 我來練一遍啊 楊先生 因父親事督 拜光家產 家計陷入絕境 他務隆之餘 為人拉牛車運裝快 維持家計 將失去的田產屬肥 分配給兄弟 各自努力耕耘 楊先生育有子女九人 一生為衣食奔忙 先有機緣聽聞佛法 楊先生九十二歲時 生了一場重病 雖然病入搞亡 但意識清楚 學佛的孫女 請法師開示 法師為楊先生方便歸一 並為開示六道輪迴 及說佛世界的重苦 阿彌陀佛度眾生的願力 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 及柔和煉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方法 聽完法師的臨終開示後 楊先生跟著家人齊練阿彌陀佛 照顧他的家人太累睡著了 唯獨他還前進練佛 練佛肯切屬盡的最後力氣 楊先生雙手何時拜佛 師父見狀有意 上前關注 楊先生告訴師父 阿彌陀佛來過兩次了 我允他了 他與其答應佛要隨我往生 他便跟子孫抱怨 真的有阿彌陀佛耶 為什麼你們以前都沒告訴我 不久後 楊先生在練佛聲中往生 生命有生有滅 忍除了生命還有慧病 永無生命 只要有一口氣 就練一身佛 行住坐臥不理阿彌陀佛 當臨終一身阿彌陀佛出口 忍一身的行業 也就隨著最後一身佛 離苦得樂 往生極度世界 見阿彌陀佛 2009年9月11日 人間福報認职 各位人友 這一件往生的事蹟 也很殊勝對不對 前面第一段 是在講楊先生 楊先生的對兄弟的有愛 真的是有情有義 還有在講 一輩子為這九個兒女 衣食奔忙 幾乎沒有其他的時間 所以也沒有積遠聽聞佛法 可以說一般 庸庸碌碌的人一樣 那九個兒女 這個不容易 現在頂多生兩個三個 那九十二歲的時候 生了一場重病 雖然病入高榜 但是意思還很清楚 那幸好他學佛的孫女 如果沒有這個學佛的孫女的話 他就要輪迴了 那所請來的法師 也懂得 淨土法門 也曉得 這個時候 真正給他的利益 就是煉佛 沒有其他的 如果不煉佛 那就輪迴 能煉佛 但不輪迴 還能夠往生極樂 所以在聽完法師的臨終開示後 這個楊先生就跟著家人一起練阿彌陀佛 那個時候大概法師也已經回去了 那麼練了練了照顧的人 因為一方面照顧 一方面事不關己 所以就累得睡著 唯有楊老先生前進的念佛 為什麼呢 這一句佛號現在 是他要在生辰或下墜的這個最緊要關頭 能念佛就 你苦得了 不練佛的話 就要墮落 就像剛剛法師所開示的那樣 所以 他是一個 他是這個場景的主人翁 所以他呢 特別的前進的念佛 那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能顯出這個法門特色的地方 就是說 他告訴他的媳婦 他說阿彌陀佛來過兩次了 來過兩次了 這個短短念佛的時間 阿彌陀佛不只來過一次 是來過兩次 這個顯示 我們一念佛 阿彌陀佛就聽到 我們一念佛 阿彌陀佛就現前 所謂聞聲就苦 應聲耳現 這個時候呢 正是楊老先生 要再繼續淪陪的時候 可以說 最苦的時候 正是需要救度的時候 所以不只來了一次 來了兩次 兩次 那來了兩次 是在等待 他的受命 因為人的受命 是有一定的實現 受軟視 如果還沒有到達 那個期間的話呢 說要斷氣 也不容易 那這裡 有一個關鍵 他說 我遠他的 那是台語 台語怎麼練啊 對 我要問你啊 問你啊 問就是什麼意思啊 答應 哇 我們答應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不是你說的算 要看我答不答應 那答應他什麼 一定是 一定是阿彌陀佛有求於他嘛 有求於他 然後 等待他點頭 所以說 我已經允他了 我答應他了 然後就抱怨啊 那真的有阿彌陀佛啊 我真的看到了 那為什麼你們以前都沒有跟我講 那幸好 現在還來得及 不然的話 就來不及啦 其實是他 看到佛 那別的人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除非 專水淨土法門 肯定 有極樂 有彌陀 不然的話 都是無能量可道 那麼他之所以看到佛 那別人沒有看到 因為境界不一樣 他是一個已經要臨終的人 要臨終的人 陽氣已經逐漸在衰弱 陰氣在爭勝 所以他能夠看到他未來要去的警戒 能夠看到民間的 幽靈 幽靈 的那個境界 所以臨終的人 如果 他的罪業 應該墮落地獄 或者惡鬼到 出生到 就會看到 地獄惡鬼 出生的那一種境界 那如果 會上升天堂 就會看到 天堂的 境界 那如果 往生極樂世界的人 他就會看到 金幣 蓮花 或者是保持 或者是 宮殿 或者是佛菩薩 顯現 那對他來講 他是一個應該 往生極樂世界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要臨終 他現在正在念佛 所以他就能夠 看得到 所以由這一件事情 我們就曉得 我們看暗語的地方 這故事有以下幾點的啟示 一 妮陀主動救度 是日陽先生念佛 阿彌陀被動而來嗎 不是的 反而是都有一個感應 那麼淨土法門呢 是阿彌陀佛先敢我們 我們才應阿彌陀佛 怎麼講呢 阿彌陀佛發願的時候 是主動為我們發願 不是我們請他 求他 拜託他的 而且 阿彌陀佛發願的時候 我們還在造作業 還在輪迴 是阿彌陀佛發願 要救度我們 而且在經典之中 就呼喚我們 讓他救度 第十八言說 遇生我國 就是迷途的呼喚 剛剛引用 專元經所講的 輪迴住去眾生類 素生我善 收安樂 才願慈心拔有請 度盡阿彌苦眾生 這也是阿彌陀佛主動的呼喚 而且還說 三二道中 地獄 惡鬼畜生 皆生我叉 收我 法化 不久接得 阿彌陀佛三秒三菩提 他是呼喚 死亡眾生 尤其是針對三二道的眾生 因為 人道的眾生 他還沒有墮落 天上的眾生 正在享樂 也還不會痛苦 沒有三二道的眾生 正在痛苦 或者是 即將連終的人 一定面對三二道 說生而危險 上升天上的很少 這個 如果不趕快 一個劍部 過去把他抓過來 救起來的話 千鈞一法來不及 他就已經墮落了 受苦了 所以這一個法門 是主動 民主主動的救度 阿彌陀佛主動來 跟他講 楊先生 你受命到了 你的罪位 應該墮落 現在到 將來還是繼續淪迴 現在 請你 讓我救度吧 拜託你吧 就這種心情 這個 在法華經裡面 就有批譽 法華經 怎麼批譽呢 就是批譽 一個長者 所謂長者 所謂長者就是 一方面他 地位很崇高 而且呢 很有人格 那一方面呢 他很富有 一方面呢 他的心很好 就是做慈激的工作 做善事 只要哪裡需要 哪裡有貧困 他都會去救濟 可惜的是 他只有一個兒子 那麼這個兒子 小的時候 就失散了 那失散在哪裡 不曉得 從失散開始 他就一直在尋找 登報紙尋找 敲鑼 尋找 從城市 從到這個鄉村 大街 小巷 歡山 月嶺 在尋找 一直找不到 好不容易 有一天 他找到了 一看 哎呀這個人 很像 我小時候失散的孤兒啊 越看越像 真的是他 沒有錯 就立刻要去把他 帶回來 可惜的是 他這個兒子 因為從小 流浪在外 沒有父母 沒有家庭 沒有依靠 沒有好的環境 都是跟一些流浪漢 一些街友在一起 所以那一種心很卑劣 卑劣 認為像他們那種人 是很下賤的 那一般人 尤其高貴的人 他們是高攀不上的 那現在他的父親 父親 親生的父親 是一國的長者 在外表的裝扮上 是很莊嚴 而且是很威嚴的 那初父都有水蟲 都有保鏢的 那麼像這樣的父親 發現了他 立刻就要把他帶回去 他嚇得不得了 趕快逃跑 是這樣的 那麼父親 一想 哎呀 也對啊 像他兒子 從小離開他 心境肯定 不是跟他同一個層次 他用他的立場層次 來看他的這個兒子 是不應該的 那怎麼辦呢 好吧 這個兒子在外面流浪久了 當乞丐久了 我也就跟他一樣 扮乞丐 跟他在一起 跟他一起到外面 乞討吧 然後這個父親呢 就捨掉他身上的 種種莊嚴 然後呢 穿上髒的衣服 也是這個污垢的頭髮變貌 然後呢 就跟這一些流浪漢 甚至乞丐堆裡 一起過乞丐的生活 然後慢慢分手了 才跟他的兒子想說 哎呀 我看到這個報紙登廣告 有某個人家 要爭這個挑糞的 洗衛生間的 那雖然薪水不高 但是比我們乞討 還要優越 因為有住的 有吃的 還有零用金也不少 如果其他的工作 我們不可能的 我們沒有那個能力 高翻不上 但是呢 挑糞 洗衛生間 這個對我們來講 我們做得到 去應徵吧 他這個兒子想一想 也對呀 就去應徵了 所以應徵這一家 這是他父親的家 慢慢呢 這個父親看他工作賣力 就跟他家講 哎呀 某某人 你工作賣力 薪水給你加多少 然後呢 你來當人工吧 然後呢 你來當主任吧 慢慢慢慢呢 他人氣大了 才宣布 某某人 其實不是別人 是我的兒子 我現在連邁了 我這個兒子 只有我的兒子 能夠繼承我的地位 跟我的這個家財 他親自辦那個 是不是是他指派他的這個 理念 這個幹部 或者左右手 辦一個乞丐 來引導他的這個兒子 這一段故事 這一段故事 是法華經的庇喻 這個庇喻 在庇喻 引導這個三聖 三聖 聖文言訣 菩薩 使他們進入一佛聖 那這個 那麼這個呢 批喻 跟我們淨土法門的批喻 就很相像啊 阿彌陀佛把我們 死亡眾生 就看成他的孤兒 在他這一個孤兒 在趙甲永傑以前離散了 趙甲永傑以來 都一直在六道裡面流浪 當六道裡面的乞丐 受苦受難 苦不堪言 現在發現到了 就想盡辦法 要來引導他 先從聖道門的 哎呀 你要三規一 接下來要五戒十散 然後呢 要修訂 要開發什麼智慧 在這個過程 要實踐三十七道品 種種的 然後呢 你看你做不到了 那你做不到 有一個 雖然簡單 可是方法 這個境界 效用 比這一些 三十七道品 甚至呢 越度萬行 還高超的 就是戀佛 然後慢慢引導 其實極樂世界 是你的家鄉 也應該回極樂世界的家鄉 那麼我 阿彌陀佛拉 他說 我才是你 真正的父親 文衛 福衛 無量光授 也要讓你同樣的享受 所有的功德 都在名號裡面 也要讓你完全的擁有 只要你練佛 你往生 你就可以一生補助 一生補助就是佛的位格 只是說 現在老王還在 還沒有教崩退位 所以他呢 還在東宮太子 的這個位置 這個叫做一生補助 所以這一個法門 這一個法門 對我們來講 是很親切的 為什麼很親切呢 阿彌陀佛是我們的慈父 極樂世界 是我們的家鄉 在一居萬土鴻炳 是我們的家財 是傳家之寶 我們是他的子孫 接受傳家之寶 那是理所當人的 所以建築法門 是很親切的 阿彌陀佛是跟我們一體的 剛剛是用父子來比喻 但實際上呢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都應該成佛 只是對業障蓋住 但是呢 阿彌陀佛他發願說 我們如果不能往生 他就不成佛 所以他一旦成佛 就顯示我們每一個人 都應該要往生了 都應該可以往生成佛 只是 就像阿彌陀佛經講的 這個 已發願 今發願 當發願 已發願 就已往生 今發願 今世才往生 那麼今世沒有遇到 或不相信 當來之後 才發願 那麼就當來才會往生 也就表示 只要你相信你願生 極了 就永遠都能夠往生 極了 所以顯示阿彌陀佛主動的 救度 第二點 顯示彌陀佛平等救度 因為楊居是 是 再加重 而且 是 一生 沒有吃事 歸一 所有修行 現在是要 靈命中的時候 也一樣的救度 這就顯示平等了 如果說 你必須 要 在這之前 就已經有 歸一吃素 聽聞佛法修行 才可以的話 那楊先生 就沒有希望了 所以 阿彌陀佛救度楊先生 跟救度 已經預先 發怨戀佛的人 阿 或者是救度出家人 或是救度 聖人 阿 都是一樣的對待 一樣的平等 所以顯示彌陀平等 救度 再來 顯示彌陀無條件救度 真的沒有條件阿 剛剛講的 他也非吃素 也非修行 也非以前就 聽聞佛法 聖君拜賺什麼的 現在呢 只要他答應 你答應我 接引你往生 就這樣而已 那答應 怎麼答應阿 你認佛就答應 所以是顯示 無條件的救度 再來顯示 彌陀主動來迎 所以楊先生 你認佛 阿彌陀佛就立刻來 迎接他 主動來迎接他 也不是楊先生 在那裡 千祈求 萬拜托的 所以 我們眾生的往生 是阿彌陀佛的主動 主動發願 主動修行 送給我們 往生的功德之良 也主動呼喚我們 也主動呢 來 促使十方諸佛來為他宣揚這個法門 怎麼樣促使十方諸佛 在阿彌陀佛第十七願 就可以顯示出 阿彌陀佛 希望十方諸佛 都來弘揚他這個法門 來引導大家 十方眾生來 念佛 所以四八願當中 第十七願怎麼講呢 第十七願 阿彌陀佛 印第法上菩薩就說了 色我得佛 十方諸佛 無量諸佛 不惜之皆稱我平者 不取正確 也就是說 他稱佛的話呢 要使十方諸佛 都來讚嘆他的平好 都來稱仰他的平好 也都來稱戀他的平好 來引導十方眾生 向往極樂世界 仰慕阿彌陀佛 稱戀 南無阿彌陀佛的佛名 那麼 如果阿彌陀佛沒有成佛的話 十方諸佛不可能 來為阿彌陀佛宣傳 那麼阿彌陀佛一旦成佛的話 十方諸佛非得為阿彌陀佛宣傳 不可 因為這個是阿彌陀佛的願 除非他這個願沒有達成 這個願達成的話 自自然然就有這樣的功能 這樣的功能使十方諸佛 來講說阿彌陀佛的法 所以釋迦馬陀佛現在在東方的沙普世界 宣講阿彌陀佛的法 無非也是受阿彌陀佛第十七願的這個觸動 所以 第十七願無形中 就流露出無限的大悲 無限的大悲 促使十方諸佛 得來講說阿彌陀佛的法 所以在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的序分發起序 一開始講無量壽經 一開始的時候 釋迦馬陀佛 釋迦馬陀佛 就自我表白 那怎麼表白呢 他說 如來以無盡大悲 敬哀三界 所以初心於事 光產道教 為整群們會以真實之力 這個 就是第十七願的觸動 如來無盡大悲 十方諸佛如來 以無盡大悲 這個無盡大悲 這個無盡大悲有兩個 一個是如來 他本身的佛的大悲 一個是以阿彌陀佛 第十七願的大悲 因為第十七願 要請十方諸佛 弘揚這個法文 好讓十方眾生 都曉得有迷途的救度 接受迷途的救度 所以在第十七願 也同樣呢 跟第十八願一樣 顯露出大悲的無窮盡 無限 所以十方諸佛如來 也以阿彌陀佛第十七願的 無限大慈大悲 那麼大慈大悲 在哪裡 在憐十方眾生 所以說 以無限大悲 敬哀三界 十方眾生 痛苦之中 最痛苦的 就是三界佛宅 六道苦海 的眾生 所以說呢 敬哀三界 也是 抱著無限大悲 敬哀三界 所以才出現在這世間的 那麼光禅道教 就是 檢了八萬四千法門 目的呢 欲整群猛會以真實之力 就是要救度群猛 所謂群猛就攀稱吃 照罪照月的眾生 也就是 以九品來講的話 做下品生 一整成猛會以真實之力 要救度這樣的眾生 而且給他 最真實的利益 宇宙當中 一切都是虛假的 即使是 生文 人訣 羅漢 菩薩 還是虛假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有一品無零 還沒有斷 那還沒有到最真實的 所謂 純金 純金 只有成佛 才是純金 不然的話 不算純金 那麼 真實 純真 實在 所謂 為此 以聖法 無二一無三 無二一無三 為此 不真實 其他 皆方便 的法 就是 阿彌陀佛這句名號 所以說 預整群盟 拯救救度 要救度 群盟 匯以真實之力 匯 給他恩匯 恩匯什麼呢 真實的利益 真實的利益 白白的送給他 不講 跟他講條件 這個才是恩匯 因為 如果是對價交換 買賣關係 那就 無所謂恩匯 不恩匯 所以 恩匯 就是白白的送給他 送給他 什麼呢 真實之力 真實就成佛 的利益 所以 這個真實之力 他就在一句萬德紅描 怎麼講呢 因為 這是在無量壽經的序分 所講的 那無量壽經的最後流通分 流通分 釋迦摩尼佛 父祖 弥勒菩薩 要傳承下去的那段 法語就是流通分 那在法語怎麼講呢 在剛剛也有引用過 就是說 其有德文 彼佛名號 歡喜有念乃至一念 當之此人 為得大力 只是具足無上公道 所以這裡所講的大力 跟序分義所講的 這個真實之力 是一樣的內容 一樣的內容 那麼只要 歡喜永樂念這一句 迷途名號 就是真實之力 就是大力 就是無上公道 同樣在流通分的地方 也講到 信跟乙 如果 法語民土的救度 法語民土的救度 可是呢 也形上基導而 回向往生極度世界 這樣的話呢 在太公裡面五百歲 五百歲 那如果 信受民土的救度的話呢 就 為得大力 能夠 即使 建福 文化 所以 信佛 得到大力 跟這個 其有德文 彼佛名號 歡喜永樂乃至一念 當之此為得大力 這個大力 都是同樣的內容 那顯示出 專稱 神明朵佛名是雜羞雜醒 回向往生的話 那顯示 對佛 還有懷疑 如果沒有懷疑的話 你怎麼沒有完全靠佛 就因為有懷疑 認為說 哎呀像我們這樣的眾生 阿彌陀佛救我不容易啊 恐怕救不起啊 必須呢 我 修這個 修那個 來回向給阿彌陀佛 輔助阿彌陀佛 一把之力 阿彌陀佛救度我呢 才比較可靠 這樣就疑惑活治 還以民土的救度 這樣呢 就暫時不能夠 建福文化 這個呢 顯示 是在胎宮裡面 五百歲 無論壽星說五百歲 就大概一個長短的數目 那麼在觀經裡面呢 有分九品 各個時間 各不一定 啊 那麼 九品 觀經的九品 跟無量壽星的胎宮 是一樣的地方 一樣的內涵 啊 值時間 不一樣 假設 專身那個佛品的話 就不會在胎宮裡面 就不會說 在連花裡面 多少時間啊 那麼下品下生 永生喔 在經文說 十二大姐 連花分開啊 那是指 他是五命 十二 甚至是辦法的眾生而演的 假設不是這樣的眾生 就不會 跟那一樣的境界 就會超越 啊 同時也在顯示 警惕我們 要趨有行善 啊 雖然念佛 不要以為 有佛可靠 可以 我行 我事 眾我為非 不是這樣的 啊 那麼對阿彌陀佛來講呢 他看我們眾生 都是自己的孤兒 要傳給這個孤兒的 傳家寶 一定是真正的傳家寶 那如果是要給別人的 那就是拿出吃藥的東西 那拿給自己親身骨肉 哪會是吃藥的呢 吃等的呢 不可能到 啊 所以 阿彌陀佛 在怎麼樣的頑劣 不聽話 這個父母用嚴厲的警告 啊 那也是一種嚴厲的警告 是警告 不是事實 啊 所以淨土佛門 有所謂攝取門 跟義指門 啊 義指門就警告 你這個不能做 那個不能做 做了的話 你到極樂世界 就會在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是警告 那警告呢 目的是為了攝取 啊 所以 警告就是方便性的義指 因此我們要曉得 曉得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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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討佛歡喜 怎麼討佛歡喜呢 我希望我們諸佛夢做眾善奉行 那我們就呢 諸佛夢做眾善奉行 啊 也就是說 五罪來講嘛 我們戀佛人呢 就要怎麼樣呢 不殺身 啊 甚至呢 要 附生 啊 放生 戀佛 不偷盜呢 來講的話呢 那就是要呢 布施行善基德 來戀佛 不行 來講的話呢 就要理解不侵犯 來 念佛 不忘語來講的話呢 就要我們 老實 啊 講 實在的話 不欺騙不挑剝離間的話 來 念佛 不允許的話呢 就是要我們理智清醒 來能夠 念佛的 生佛 啊 所有佛的人 體會佛 的佛心 自自然然呢 就會盡量的 主要沒做眾善奉行 尤其是體會彌陀 對我們的愛心悲心 我們的內心 也自然會有阿彌陀佛的 悲心愛心的那個氣氛 啊 那個氣氛 那有了 一點點的氣氛 所流露出來的 就不一樣 不過呢 話講回來 你們都是 貪生吃的凡夫 貪生吃的凡夫 再怎麼樣想做呢 做眾善奉行 但是做不到 那也做不到 所以心呢 就更加的柔軟 慚愧 所以善導道師 要我們念佛人 怎麼樣呢 要 要自覺自己是一個 做生死的凡夫 所以應該常懷 慚愧 然後養謝佛恩 那麼 再來 的啟示 第五點 只要念佛被你彌陀感應 道交 像這個楊居師 他也沒做什麼 他就是躺在那裡 念佛而已 當下 阿彌陀佛就被他念來了 因為他一念佛 就跟阿彌陀感應道交 有句話說 一念相應 一念佛 念念相應 念佛 其實是只要你念佛 你就相應了 所以 念念佛 念念佛 念念相應 再來 第六點 若不念佛 其人必將 所以越沉穩 很顯然的 現在 有兩條路 一條是黑暗的 一條是光明的 如果沒有人引導的話 往往他都從黑暗的那條路去行走的 所以從這一點來講 這個善知識很重要 也顯示出這句名號的這個可貴 我們這本書 封面 封面 大家詳細看一看 這個封面 封面 阿彌陀佛的前面 有一條白線 這叫做白道 那麼 白道的左邊 有火在燃燒 右邊 有水 在奔湧 後面呢 又有很多壞人 拿刀 拿槍 要來殺他 又有一些 心懷 鬼胎的人 要來引誘他 這張圖 叫做二合白道圖 是善導大師 在觀經詩貼書 《玄義分》裡面 所描繪的 一個場景 目的 是要保護我們 念佛人的信心 那麼這個很有意思 怎麼有意思呢 我們 是念佛人 走在白道上 白道 表示我們的念佛 表示我們的願生心 那麼 右邊的佛 左邊 右邊的水 代表我們貪欲的心 貪心 左邊的火 代表我們的稱心 貪稱吃 舉出貪跟稱 那吃在哪裡呢 吃在貪跟稱 裡面 都由於吃 而來的 那顯示什麼呢 顯示我們 即使 願生彌陀 建土 專身彌陀佛 可是跟我們的貪欲的心 還有稱呼的心 比較 是怎麼比較 是怎麼比較呢 上禮道說 我們念佛的這一條白道 只有四五寸而已 四五寸寬 可是呢 我們的 右邊的水的河 左邊的火的河 奇山無底 南北無邊 深 測不到一個底 邊境嘛 換不到一個邊際 也就是說 我們的貪稱 貪稱 煩惱 是很深厚 很廣 很大 當我們即使念佛 可是呢 念念當中 還是 貪稱 很深厚 很強盛 還是妄想 雜忍 很多 所以 所念的佛 跟貪稱 來比較的話 所念的佛 只有四五寸 那其他呢 其他 其身無底 其廣無邊 而且 在走這一條白道 念念佛的當中 右邊的水 會淹到這個角 左邊的佛 也會燒到這個角 比如說 我們即使 念佛 可是 畢竟攀稱 還沒有斷除 還沒有降伏 還是一個苦苦惱惱的人 是顯示這一種 那麼阿彌陀佛說 你一心 正念直來 我能忽孺 眾不會墮於水火之爛 這也是 二百道玉裡面的法語 意思就是說 阿彌陀佛跟這樣的 那樣的念佛想保證說 你不要怕 你儘管念佛 前來 我能夠保護你 你即使 貪 撐 環擾強盛 妄想 責任 很多 但不用怕 如果是沒有念佛的話 那將來 就會墮落地獄 都是水火二合 但你現在念佛 即使一方面念佛 一方面 水也淹到腳 火也燒到腳 但不會墮落水火之爛 因為 我會保護你 所以一個念佛的人 永遠在阿彌陀佛的保護當中 所以 觀禮安壽經就說 觀禮變造十方世界 念佛眾生涉及不捨 阿彌陀佛的觀禮變造十方世界 目的 再以攝取念佛的眾生 不會離開他 不會忘記他 不會捨棄他 現在看著他 保護著他 臨終的時候 就接引著他 就是有這種意味 所以我們要曉得 我們即使是一個念佛人 可是呢 我們的煩惱 還是在的 不因為我們是念佛人 所以心就清靜了 煩惱就降伏了 同時也不是說 一個念佛人 必須要心清靜 必須要福火 降伏煩惱 這樣往生才肯定 不是這樣的 所以善導大師 用這個二白道圖 清除明白 顯示我們眾生的真實相 也就是基 基根基是怎麼樣的根基呢 根基是充滿水火二合的 煩惱的根基 那麼法是怎麼樣的法呢 法是能夠保護他 獻身讓他 紅胸發脊 平安喜樂 臨終的時候 能夠讓他 順利安然 往生 極樂 所以這一張 二白道圖呢 就給我們 很大的信心 這也就是善導大師 所講的 他以這個二白道的批譽 來保護我們的信心 不然的話 有著傳播淨土法門的人 認為說 你雖然煉佛 可是 你也沒有 清淨心 也沒有 功夫成本 夢寐一如 那麼煉佛不肯定 不穩定 恐怕難得往生 你煉佛要福佛 甚至呢 要示意心離心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會令人家 永遠對我 永遠對我 永遠忐忑不安 永遠對我 永遠往生不定 那乾脆 不用修淨土 不用念佛 來學別的法門吧 那這樣就導致 退准了 那導致退准的話 就繼續淪迴 那何時才能夠解脫呢 那淨土法門 並不是這樣 淨土法門 就是依我們的根基 是出家人的根基 就以出家人 這樣的根基 煉佛 在家人的根基 以在家人 那樣的根基 煉佛 心清淨的 就清淨心煉佛 心不清淨的 就不清淨的 煉佛 沒有煩惱 就沒有煩惱的煉佛 有煩惱 就有煩惱的煉佛 因為那是他的根基 如果要他改變 他那樣的根基 才能夠煉佛 才得以往生的話 那阿彌陀佛要救渡誰啊 而且阿彌陀佛的慈悲有限 力量有限啊 如果那樣的根基 煉佛 也能夠救渡他的話 才顯示阿彌陀佛的力量 真的呢 是不可思議的佛力 福字 愿力 愿力 功德力 也顯示出 真的是大慈大悲 大到連這樣的眾生 也能夠救度他 所以這個二和白道 二和白道 給我們呢 無窮的安慰 跟希望 給我們一片 慘難的光明 那麼這本無條件的救度 希望大家呢 盡可能把他看一遍 那麼在這一本 這個圖 善導道師說 我們的貪欲心 我們的稱恨心 以貪稱來講 是無量無邊的 無量無邊的 可是呢 華元金普賢行願品裡面 就說啦 說 我於過去無始結終 由貪稱吃 發生口義 做諸惡業無量無邊 若此惡業有體向者 盡虛空卷不能容壽 如果從惡業來講的話 那是超出虛空 因為虛空卷不能容壽嘛 剛剛講 是無量無邊 其身無比 其廣無邊 那現在呢 就罪業來講 是虛空卷不能容壽 那麼 在大寶基金裡面 有一首記者說 假使經百節 所作業不亡 因緣灰意識 果報還自受 表示 每一個人的罪業 如果沒有往生極樂世界 雖然是無形的 但是呢 必定會受這個果報 表示說 它雖然是無形的 但是是充滿 整個虛空的 而且是實際存在的 等待機緣 機緣一到的話 沒有不受果報的 所以 在地章經就說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從業力來講的話 業力甚大 大到能夠障礙我們的聖道 也就是說 我們以自己的力量 要斷除自己的煩惱 排除自己的業障 使自己超越六道輪迴 那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們的業力大到障礙我們 超凡入聖 那如果是跟 那麽阿彌陀佛的話 二百道就說 你不用怕 我保護著你 你儘管 念佛 你只管 念佛 你就專一念佛來吧 永遠受我的 保護 就是這一種意思 但是 如果 從 修行 靠自己的力量 來 斷除煩惱 超出輪迴來講的話 是有幾個次第的 首先 要先斷 見佛 我們的煩惱 有兩種 一種是見佛 一種是私佛 見佛 是指 對宇宙真理的 不明瞭 不明瞭 也就是無明 那再來的話 就是私佛 私佛是指我們的 貪嗔痴 也就是一種 阿賴也是裡面 礦解以來 所留下來的那一種 惡的喜氣 那麼 要拖出輪迴 最先要破見佛 就斷除見佛 那斷除見佛 是容易呢 還是困難呢 在內盤經裡面就說 虛托返 也就是出國阿羅漢 他要成為出國阿羅漢 必須要斷這個 建佛 那麼斷建佛呢 經文說 眾廣猶如四十里流 也就是說 這個建佛 它如果用 河流來批評的話 好像寬四十里 藏入四十里的河流 你能夠有力量 你能夠有力量 擋住這樣的河流 算你有力量 能夠斷你的 賤或煩惱 各位學員各位臉友 擋得了嗎 擋不了的 現在所謂的土石流 土石流一來的話 這一座山移到那一座山去 整個山都崩下來 何況是四十里的這個河流 所以如果從斷建佛來講的話 如同結斷四十里的河流 如果從貪稱來講的話 是其身無底 其拱無邊 如果除從罪業來講的話 就是盡虛空 不能容受 如果是從這個 時間上來講的話 這一輩子沒有受果報 總有一天等到你 一定會受果報 從這個 障礙上來講的話 我們的業力 會障礙我們的解脫 好像一道牆 擋住我們解脫的道路 如果了解這一些道理的話 他就會選擇淨土法門了 他就不會換換學其他的法門 禪宗也學 天台法眼也要去了解 密宗也要去讓人家灌一個頂 在第三經就說 天人受天府盡 有五衰向線 或有度以二道之者 十善業才能升天 加上禪定 才能升色戒天 那已經好不容易 圓滿十善業了 又有禪定功夫 生在色戒如色戒了 可是呢 只要有受命都是五場 時間一定會到 所以天人五衰的時候呢 地藏經就清楚明白的說 會有墮落到惡道 低於惡鬼畜生的 那麼上午所引用的內盤經 就是說 衰復得受犯天之身 乃至飛翔飛翔天 命中還剁三惡道中 那麼在政法念出經就說 我始生始終 夜往復世界 從天生地獄 從地獄升天 這段法語 給法研究普成行願品所說的 是一樣的道理 行願品是說 我們從過世無始節中 做出惡劇無量無邊 如果惡劇有形體 進虛空界不能容受 那麼政法念出經就說 我始生始終 我們所做的夜 好像一個網 這個網多大呢 是遍佈整個世界的網 是遍滿整個虛空界的夜網 夜地的網 那麼我們在夜地的網當中 即使我們生在天上了 可是呢 天壽一進 就會墮落地獄 因為天上也好 地也好 六道 都同樣在這個夜網裡面 所以 來來去去 都在這個夜網當中 所以我們小的 學佛學佛 不是泛泛而水 要尋找一個 尖生 尖世 我們這種根基 能夠解脫生死輪為的法 就時代 就時代 末法時代來講 就收佛世界的地方來講 就我們根基來講 石處基來講的話 都要選擇 建徒的法門 念佛的法門 那麼由於時針的關係 我們就講到這裡 南無阿彌陀佛 祝願大家 信佛 念佛 得生極樂 阿彌陀佛